这一场新闻,我承认了您的敲锅 哈哈哈哈 期待如此,何许 在夏里来,从航朝春日而来 在夏里来,与泰兰雅在下,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很孤独 然后大家在进入到社会之后,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太多的朋友 然后也没有家人的陪伴,也缺少伴侣 那么将来这种情感陪伴,甚至是伴侣机器人也是一个市场需求 那么老年人的需求就更直接,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确实少 然后很多年轻人离开家,然后也很难陪伴在老人身边 所以陪伴老人的这个需求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总在提老人陪伴的机器人 这是因为这个需求它很明显,很直接 对,你要明天转换吧 对,你要明天转换吧 谢谢观看